你好,我是熊东人 俄罗斯最先进隐形战斗机被乌军F-16击落 最近乌军飞行员驾驶每日F-16战斗机 在前线成功击落一架俄军苏-57战斗机的消息 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有影片显示一架乌军的F-16战斗机从高速飞过 而俄军的苏-57战斗机则在迅速坠落 而且苏军的战斗机燃烧产生的浓烟 在空中留下了一条浓重的黑色轨迹 由于造价昂贵 当前俄军总共只有七架苏-57 当然这也跟西方制裁 他缺材少料有关 虽然中共也努力向他提供材料 但是中共提供的也就是仿制的 苏-57的歼-20的那些航空材料 在俄罗斯的工程师看来 这些材料更加差劲 甚至还不如俄罗斯自己制造的飞机原材料 所以说现在它的生产非常缓慢 现在这件事情正在等待一些专家来确认 因为一旦消息属实的话 将是世界空战历史上第一次 号称有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在实战中被第四代战机给击落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当今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声称 搞出了五代隐身战斗机 分别是美国的F-22、F-35 这两款都是世界著名的隐身战斗机 另外中国也声称 他们的歼-20和俄罗斯也声称 他们的苏-57是跟F-22、F-35相亭并论的隐身战斗机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技术比俄罗斯还要差劲 所以现在看来中俄两国的所谓五代机 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因为真正的五代机战斗力惊人 因为对方看不见自己 比如说美国的F-22 曾经在一次军事演习中 对阵美国上一代主力战机F-15 F-15是比F-16更先进的第四代战机 算是第四代战机的巅峰的产品 结果双方居然打出了2比241的惊人战损比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F-15战斗机被击落120架 才有可能有一架F-22战机击落 也就是说1比120.5 这个车是太惊人了 所以这一回呢 俄罗斯的苏57被乌克兰用F-16给干下来 因为F-16还是属于比较弱的第四代战机 属于早期的第四代战机 所以说呢 这就意味着呢 照着俄罗斯版本 依照葫芦划瓢的歼20 中国的歼20更加惨不忍睹 我估计最落后的F-16战机 都能够重重融融的击落中共的歼20 这就给台湾空军很大的信心 因为台湾呢 目前拥有最先进的F-16战机 而中共的歼20 歼16 我估计一上战场呢 是不堪一击 而且呢 这将让俄罗斯和中国的空军呢 沦为全世界的笑柄 这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隐身性能 只是吹牛而已 因为他们在争夺制空权上 还不如上一代的老式战机F-16 苏五十七呢 因为在研发过程当中呢 因为贪污腐败资金短缺 被外界呢 曾经起了一个绰号 叫做饥饿项目 也就是说呢 都是饿得晕晕倒倒的 勉强研制 当时呢 克里姆林工为了搞出他自己的五代机下了血本 初始的投资呢 就高达一百亿美元 因为这对于经济困难的俄罗斯来说 那真是不细血本啊 现在看来呢 俄罗斯政府在这个项目上的所有巨额投入 全部打了甩票 相比而言呢 中国在这方面的投资更多 因为中国呢 有钱 而且呢 中共呢 也更加愚蠢 所以我估计中共在这方面都投入了数千亿美元 想要打造呢 跟这个美国的F-22 F-35能够相提并论的 这个运行战斗机 但是现在看来大部分钱呢 要么被贪污掉了 要么被这个浪费掉了 结果呢 中共的这个歼20呢 更加糟糕 因为歼20呢 即便是在俄罗斯 苏57的那个工程师看来呢 都是一款更加落后 性能更加糟糕的 所谓的隐身战斗机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能力衍生 一上高空呢 就会被美军的雷达发现 就会瞬间的被定向 然后呢 一枚导弹呢 就会结果性命 另外呢 一个重大消息呢 就是广州摊贩大战城管大队 这两天呢 在广东广州 摊贩与城管 发生了连续两天的激烈冲突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2日至13日 也就是在礼拜六 礼拜天 因为现在经济困难 越来越多的人为了 能够混饱肚子 能让一家人能吃上饭 而不得不到街头摆摊 所以呢 有些地方的这个摊贩呢 就非常的多 比如这次发生冲突的 广州白云区沙咏北大街 就有几百个摊贩 据说最多的时候 有上千摊贩 城管呢 最近呢 因为这个必须要罚款 现在中共各级财政呢 都高度依赖罚款 其中呢 城管局城管大队呢 都领到了任务 他们跟交通局一样 你给我罚50亿 你给我罚20亿 玩不成任务 这个局长一律撤职 虽然说呢 城管局长 城管大队长也知道 现在呢 收税非常困难 就是收费非常困难 你就连税务局 现在收税都很困难 以至于中共不得不成立 紧税联合作战中心 现在就是收税呢 都要带着墙上门去收 因为很多企业都说 没钱没钱没钱 他就是没钱 那怎么办呢 就强行去抢设备 就跟过去拆迁一样 都是硬干 所以现在呢 这一回呢 终于呢 爆发了这一场呢 激烈的冲突 在双方冲突的过程当中呢 城管大队不断征兵 就是调了几百名城管 跑出来过去殴打 摊贩 没受抢夺 这个摊贩的这个物品 但是呢 这个摊贩们并不示弱 因为在这之前呢 摊贩已经意识到 要就是说团结起来 组织起来对抗 所以说村管们 摊贩们已经有了组织意识 所以呢 就愤然的与城管对抗 主要是还是因为 现在的这个摊贩呢 都是在走投无路 他们是在为生存而战 所以家家户户呢 都在等待 能够在街上卖点东西 赚点钱 你家老小不挨饿 能有钱买米下锅 双方进行了连续 差不多两天的激烈对抗 城管大队都无法取胜 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报告上级党政机关 然后呢 最终呢 经过广州市长批准 调来警察 因为城管跟警察呢 实际上从来都是水火不容的 他们是两股力量 一般很难合作 而且呢 地方政府就是一个区政府 都很难说调集警察 去支援城管 为什么呢 因为警察呢 他们就是希望把罚款权 放在他们手里 城管呢 就希望罚款权在他们手里 所以他们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最终呢 在上级的严厉下 大队警察冲进了冲突现场 摊贩们一度也与警察对峙 但是呢 毕竟警察有枪 因为中国警察跟城管的主要区别 就是说呢 城管只有棍子 这个摊贩并不害怕棍子 但是呢 警察呢 却有枪 所以说呢 而且呢 大量警察源源不断的冲进现场 最终呢 抓走了多名 摊贩首领 所以说 这一次的 这个广州城管大队 与警察大队 组成的联军 获得了胜利 暂时呢 打败了 这个摊贩的队伍 但是人们预计呢 这样的战斗呢 将愈演愈烈 也就是说呢 中共现在呢 面临着呢 就是说 人民群众呢 要么抗税 要么抗罚款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没钱 没钱当然要抗 而中共呢 则不断的加大 所谓的执法力度 也就是组织大队的人马 去强制执行 你不给钱 我就搬你的东西 我就把你的这个 就是赖以生存的 这个 比如说摊贩的手退车 给搬走 至于抗税的那个商户 直接就把你店里的商品 给你搬走 来冲税 所以说呢 预计呢 整个中共的这个人员 就是包括他的这个 什么城管呀 警察呀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呀 公务员呀 最后是武装警察呀 解放军呀 最后都得上阵 与人民群众争夺这个利益 所以说呢 中国呢 很快就要进入内战状态 就要进入内战状态 五国的这种 这种地方是在了 香港的地方员 什么时候 这种地方员 我还没有